大肥推介 控油 去蝕 防脫髮洗頭水 JW 韓國的 現在你們見到的廣告那兩張照片 頭髮的就是一個半月之前我用的洗頭水 未用洗頭水 接著旁邊那張就是一個半月後 剛剛我剪同一個髮 同一個光源 同一個闊度 拍的照片大家可以互相比較 如果覺得這兩張照片是真實反映到的 可以來打電話聯絡我們 訂貨 香港對老窩的足球賽事 賽前播放國歌 有球迷發出噓聲 偉大的毛主席就這樣說過 西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 亦沒有無緣無故的狠 如果你希望人們尊重國家國旗 是否立個國旗法就可以呢 如果這樣也行 不如你試試立個法 規定夫妻必須真誠相愛 看看是否真的沒有人離婚 我是愛國移民顧問MJ 黃濱州 剛剛過去了 大陸塞車塞到嗨嗨 去旅遊景點全部都是看屎屁 看人頭這些都已經是救問你了 原來黃濱州除了旅遊 來香港買金和周圍放金之外 拆出國際等等 現在還流行邊旅遊邊整容 前幾天就有三個中國女人 去了南韓整容 因為未等到康復就要趕著回大陸上班 最後因為肥腫難分 南韓海關就不讓他出境 什麼 大禍了 MJ 相信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偷渡方法來的 以後不需要找外國移民顧問MJ 想去哪裡就直接去當地整容就行了 看來MJ的生意會大幅下滑 我是強國生還者阿Win 歡迎回來這一節的強國生還者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們又只有兩個人 以後也是的 其實我們一向都不妥八期的 那些人問我們是不是不和 什麼公開的事實 我不妥他很久了 我告訴你 現在八期被人綁住在廁所那裏 你現在不擔心MJ 現在你的生意會大幅下滑 怎會呀 你說那個不是叫偷渡 他是有一個合法的途徑入境 當然是合法入境 為什麼不讓他出境 移民顧問要出來說 移民的定義就是 你在當地有一個合法的身份 如果你說非法身份就有大把 如果是別人不讓你出境的話 你在當地都是一個 不是合法的身份 就算別人不讓你出境十年 你都不會有一個什麼永居權 綠卡、護照這些東西 對 你不如去那邊殺個人 不過那是搞笑的 怎樣呢 整容之後又真的幾難搞 其實不是一般的出境 不是指紋又可以 或者驗瞳孔又可以 你有很多方法的 那個國家如果他入境的時候 沒有讀指紋 是 那麼出境的時候 都不可以對指紋 現在我們 我上次去的歐洲 包括很早期前 兩三年前去的阿聯酋 就是去杜拜 都已經是指紋 或者這些技術 不過你說去減股債 南韓這些 我真的不知道 他說到這樣 你應該真的不可以 憑指紋去辨認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難題 來的 即去的時候明明是豬扒 然後三個月 你可以去很長的時間 三個月 就變成anjolababy 出來 你可以用本護照 這個是你 真的不可能 為甚麼 這個問題 都是的 不過現在 據聞南韓的整容事業 真的很發達 因為有類似的事件 可能發生太多太多了 所以這些整容醫院 會跟顧客出一份 叫做整容證明書 方便去出境 有這個整容證明書 南韓那個整容 就一定是飛升國際的 那個人造人1至20號 選美佳麗 我覺得是一個很深刻的經驗印象 應該是 就是把所有的 那個韓國的整容醫院 那些廣告 就放了出來 人造人1至20號 其實很想看一下 如果這個選美 這20位佳麗 大家站在一起 叫他們的老母 出來認回她 我想到 真的沒有甚麼 一個人認得 當然要在一個 金魚缸 隔空 要認回自己的女兒 我想到沒有甚麼 一個人認得 真是神經 就是整得 基本上已經是一樣的了 怎樣認 真的太恐怖 還有那個評判 都很難去搞 騙過漂亮一點 大哥 我都分不到 你不要聽1號那個佳麗 突然掉了牌 被3號的佳麗撿到 自己去1號 都沒有人會發現 他們20個一起過關 把20本護照撈亂 那個關員都不知道怎樣 隨便拿本就行了 好啊 吸吧 沒問題 真的很恐怖 不過我們今節有我們的主題 今節我們不是講選美了 今節我們講一下上個禮拜 昨天有一件城市 你有沒有看 是 這個是曹昇瑜的比賽 我是沒有看的 我是之後才看一些精華 這樣就要認真些了 我們要收回我們看 未必的 都可以開心說 始終是香港的一件城市 出了一個世界級的選手 也都破了紀錄 是 22連勝 22連勝 他不多看拳 例如吃很多東西 但是那一天 真正第一次坐在電腦面前 去看他 從第一回合打到第六回合 因為有一個支持的心態 作為一個香港人支持香港人 很緊張 手心出汗 很替他擔心 是好看的 我想問你 你是有看現場的 是Live 是Live 你看到後來中斷了 而之後判決的時候 有些大台 香港謀大台 太緊張 還說曹昇瑜輸了 我都絕對以為他輸了 原來我們不懂得看打拳 我是覺得慘 因為他又被傷了一隻眼 是因為他傷了一隻眼 去退出 我以為這樣已經會判他輸了 又在這個形勢上 之前的六回合 如果好像踢球這樣說 整個上半場被人按出來打 對 控球比數都在人家裡 我覺得 所以他擔心 我都眼濕濕的 覺得慘了 這次真的要輸了 但是我看回第二日的報導 以至到看精華 當然精華就是類似MJ坦所說 就不再重複了 但是看一些Facebook 或者討論區 很多不同的意見出來了 不用Facebook 因為我這次是YouTube直播 在YouTube上有個留言框框 那些人是在這樣說話的 一宣佈他贏那一刻 那些人已經不停 已經勾衝出來 喪衝出來 又說做馬 又說贏他 是呀 雖然我都想曹仙如贏 但這樣贏就真的很肉酸 又說黑拳 又說莊家不知怎樣 收了錢 是呀 不斷的 因為那個留言很快 因為很多人在留言 不斷都是 我想十個留言 著了八九個都是講這些 又說這樣 中子怎麼會計點數 那最後真的是計點數 但是有很多所謂專業人士 不知道是不是專業人士 就出來講 其實根據這個 國際權力總會規定出來的 一些Woods 我們不清楚的一些條款 條文 就的而且過了一半 而發現個權政 發現個比賽 不可以再繼續的時候 就的而且他以一個點數 去做一個評論 但是當時大家還未認識 不用那些什麼教練那些 不用那些什麼專業人士 那個教練 曹昇宜的教練 他大概一個小時 他立刻出來講話 講一下那個拳賽 講一下會不會想重賽 那些時候 記者都問他 他立刻答到的了 四回合以內 就宣佈賽事無效 過了四回合的話 就是會計點數 除非在過了四回合以外 真是那個日本人 打到曹昇宜完全是 躺下派 或者是 KO他 如果不是就要 裁判覺得他不適宜再比賽 最後都是用點數來決定 12回合如果沒有KO 也是點數 現在裁判因為他的傷勢問題 中止了賽事 就是當刻去計點數 只要可以講是曹昇宜那一刻 他真的傷了 很明顯的 整個左邊 他在第二節的時候 一個意外的撞擊 頭撞頭 你可以想像一下他的動作 是多麼厲害 我們有時候踢球到頭撞頭 他是一撞完 大概幾秒 已經開始有個東西腫了出來 然後你看到 每節出來之後 越來越嚴重 去到第六節的時候 他已經腫到他的眼睛是開不了 是 所以那個拳證 和醫生看過之後 就覺得不可以再做比賽 只不過是很多看拳的觀眾 是不理解那個規程 是的 等於我們 譬如一些不懂得看球的 可能見到 萬聯對西暴朗 可能萬聯是九成公勢 射門次數一百次 但最後可能西暴朗一下入了 1比0 他就會覺得 是假球的 明明按著抽 空球九成 沒錯 原來我們就不知道 怎樣才是入球 在拳賽來說 其實 因為那個日本人 他的拳是快 和大力的 和打壓迫的 即是很近身的 感覺上 好像他會吃著 曹昇宜這樣說 原來 原來看回 在拳擊的比賽裡面 這些是不計分的 是的 有些是不計點數的 大力也好 小也好 其實中就是中的 曹昇宜 雖然他間中中了拳 即是間中去打到對方拳 但那些是清脆來內的拳 都是計點數的 所以曹昇宜在點數上面勝出 但我想在這裏講的 就是那些 溝衝出來的當然是值得講的 但我想說的是反而 這些反應我又有讚賞的地方就是 他們不至於是幫你不幫襯的 那個河野公平的日本人 他訪問的時候都說 香港的權迷、觀眾 令他印象很深刻 就是大家都很紳士 即是因為對視的 可以看出香港人 其實是很注重公平 不知是否因為對方是公平 所以特別關注了公平這個字眼出來 雖然我們是幫香港這邊想曹昇宜贏 但都不會希望是靠一個 瘋狂的手段 一些不知什麼的情況去令到這件事贏 反而如果是因為這樣贏的話 我們是不滿的 所以這一樣的特質是很難能可貴 但我有相反的一個看法 我覺得很多這些溝衝出來的 會不會是一個葡萄的想法呢 就是覺得這個人 就是曹昇宜這個人 又讀不成書 全部都在找一些對手來拆點數 就是所謂的拆點數 找些差的 又21年姓、19年姓 真的我認識的人 有很多這樣的想法 就是會覺得 有什麼這麼出奇 有什麼這麼厲害 然後再憑這些骯髒的手段 就是所謂他們認為的黑拳 而造馬 以至到他又成功又破紀錄了 就是我覺得會有很多人 有很多的網民 就是網上特別多些人 什麼看人仆街最開心的 是 有粉細疾導 有些像是南晶瑩的角色 是 我最討厭就是什麼 那個人是否叫憎恨 還是怎樣 我最討厭就是什麼 我不知道我林晶瑩還沒出生 我也是看YouTube那些 是紀錄片 是舊片的 是有些這樣的人 有的 真的很多 但是代表我們強的新環節 就是看到這個 曹昇宇可以代表香港 有一個這樣的紀錄出來 是開心的 我好感動 是 真的是開心的 你想一下 香港地有多少資源 讓香港運動員先 我很尊重 亦都很想支持這些香港運動員 我們比較熟悉的踢球 我認識過很多 叫做有踢過甲組的人 或者是香港 幾千元個月而已 是啊 基本上不是為了 為了生活 一定不會繼續踢球 但是他們真的喜歡這件事 覺得是要為體育 可能他們喜歡踢球 亦都為了香港爭光的時候 然後都得不到很好的回報 即是香港始終一直被人救病 就是那個 在體育界 正如我們的前特首 六八九先生 就說過 體育界是對經濟沒有任何貢獻的 這些東西都說得出 是啊 即是有時想想想 即是我們 即是一個 好像再講遠一點 冰島 三十萬人口 可以游進世界盃 即是一個三十萬人口 跟屯門一樣的人口 我們香港六七 即是差不多八百萬人口 都居然 即是不要說世界盃 對日本輸少於四球都當贏 我就當你沒有經濟 我就當他真的沒有經濟貢獻 你不只是考人來經濟 你所有東西只是講錢 人生不應該是這樣 運動帶給大家的東西 誰知道是錢那麼簡單 我相信就算不要說曹星月 對上一次香港拿東亞運 我想大家都會有 有一個認同感 或者一個投入感 李珊珊拿金牌那些 你都會覺得 嘩真是厲害 我們很語有榮煙 有一個榮幸 是的 有一個榮幸 但是往往就是 要看政府的支持和投入 現階段 我們這樣的仆街政府 主要都是有沒有經濟貢獻 有沒有效益 有沒有效益 創不創造就業 人生不應該是這樣 我真心希望香港的運動員 是得到多些人的支持 現在是OK的 至少關注得多了 至少不會餓死 可能有公屋的 曹星月 現在廣告商都多了支持 但我希望一些 有些曹星月當然是OK 但有些未是那麼出名 半紅不黑 都多些人支持 就算希望你在網上 都不要那麼多罵他 你不是靠腐乳 什麼低實力的對手 這些你未必懂 我覺得應該要正面去看這件事 去支持 但也可以這麼說 亦都不需要好像我們的鄰國 這樣盲目的支持 但MJ講的那一點 其實我們拉遠了之後 MJ講的那一點就是 如果譬如曹星月前幾天 這場拳賽發生在國內 我想國內一定不會去考慮 什麼黑拳 總之要贏了 最緊要贏了 所以日本人就要輸了 尤其是一個中國人對日本人的 那些這樣的比賽 就一定會是死格仔 肯定會覺得 我相信那個權政 在第二局的時候 可能判了日本就輸了 你特地用頭撞的 是屠星魚的 接著觀眾就可能鼓掃了 是 因為我有一次 大半年前 看一個中國對南韓的 和一些山東的同事 去看直播 足球比賽 是很盲目的 就是隨便在 禁區外斬的波 我根本上完全沒有威脅 就會覺得 哎呀進啊進啊進啊 進啊進啊 進啊進去 根本上就已經是盲目 和失去理智 就是支持 我覺得是要支持的 但有時都要實事求是 我會覺得是這樣 還有我覺得 運動員和政治 其實總是有些空間的 在中國的運動員 我對他們認識不是很深 但我覺得他們都幾慘的 就是他們是一定要在黨的關懷之下 我看的那些新聞 就是說他們 拿到金牌之後 如果我記得有一次 不知道那個人是多謝父母 還是多謝誰 不記得說多謝黨 是的 要不記得說 要不就不是第一個說 就經意被人挑戰 這些是幾無聊的一件事 還有大陸那個 始終體育那個氛圍 用這些比喻 氛圍 或者我們經常說氣氛 始終都是在黨之下 他的任何之後 可能成了名 任何的商業的得益 可能拍廣告 或者什麼 基本上都要跟這個 國家體育委員會 去看位 去對分 你在強國看電視比較多 會不會見到有時候 有些體育員 運動員出來賣廣告 說黨真是好 之類的 當然有 它是一些打包形式 譬如十九大也好 或者這個和系社會 和系什麼 就是一堆人出來 可能成龍說兩句 有些李娜又說兩句 都會有的 但李娜現在一定不會出來說 很少 李娜已經翻臉了 李娜就是打網球 傅元偉那些又出來說 傅元偉應該不會 大家一定要洪光之力來愛黨 傅元偉應該應該是 傅元偉應該是 現在你訪問他 都盡量少說 應該被人訪問他 你不要再說那麼多話 傅元偉那些 都開始 即一直以來 國內那個體育 我自己理解 為什麼發展到現在 可能你會見到很多的 金牌 尤其跳水 B&B 這些全部都是 從小到大 可能是家長 又不想養 或者怎樣 就推了去少年功 在大陸 譬如深圳 有一個站的少年功 我知道 少年功主要就是 去訓練這些人 很恐怖 從小到小 開始地獄式訓練 日日如是做的 根本就不是一個人 我看過 我會覺得 他陪伴一些金牌選手 或者運動員 不是應該用一些 強迫高壓手段 應該陪伴他的嗜好 愛好 這個始終是中國 和外國的分別 所以 做移民比較多 很多家長都知道 其實內裡他們是知道的 幾個外國都好 都想扔小朋友去外國 因為他知道中國的教育 很多模式上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政治的問題 那個官僚架構的問題 就自然就是這樣 就變成了 他都知道這個環境不是很好 就扔小朋友出去 外面去讀 你說外面 你中國這樣去培訓 是不是真是一個 好成績都有成績 那是否代表別人歐洲 美國那些 注重多元發展的 真的讀書培訓 又沒有成績 也不是 你問我的看法 中國為何拿這麼多金牌 大家有沒有發現 主要 除了女牌之外 主要都是來自一些個人項目 這些所謂個人項目 例如好像體操 跳水 游泳這些就少些 大家所說的體操 跳水 乒乓球 這些是為什麼 從小到大 不停鍛鍊 機械人式的鍛鍊 所以他有熟人生效 熟人生效 熟人生效 一直這樣操下去 但是牽涉到一些 牽涉到teamwork的 團隊的 因為不單單是一個個人 去鍛鍊的一件事 你是怎樣發揮 一加一大於二的精神 但是往往在這些 團隊項目來講 中國的發揮是強差人意的 不要說什麼 就是足球這樣說 十三億人隨便 找十一個 不要說拿世界盃 連對日本 又是輸小過兩球 都當贏了 在亞洲都未稱紅 是啊 你會覺得很諷刺 就是因為 人家外國 在足球也好 籃球也好 籃球可能會有一些 身材的區別 足球 你看日本打得很好 人家就可以發揮一加一 可能等於三 大於三 但等於四 等於五 我們國家就是一加一 小於二 我看球迷都懂得球 以及不知為何 可以去批評中國國家的足球隊 沒有被人和諧 所以大家都算是挺放膽的 我看過一些朋友的 微信朋友圈 我都說 當你一個領隊還有一些官僚架構的人 在這裏教球的話 是沒有將來的 即是他們不滿中國國家隊的表現 是 其實是 如果是多些在不同的範疇都明白這些 就真的 中國真的有機會進步 來到這次的尾聲 寄予我們的強國在立比的大領下 可以早日衝出亞洲 希望 希望有信之聯可以見到 好 今次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見 再見